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快要過年了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個 最近很紅的產品 就是掌機 最近這個東西真的很紅 有很多廠商都有做 那我今天開箱的是這一款能夠玩3A大作 邏輯推出的Gcloud雲端遊戲機 那順便也跟大家說說 它跟其他的遊戲機有什麼不同 OK Let's go 好我們先來開箱 目前這應該是台灣首發的開箱 那這台邏輯Gcloud雲端遊戲掌機 外盒長這樣 那它是灰色的底 藍色燙金的字 主機外型的彩圖 就直接秀在外盒外面 很漂亮 內容物包含邏輯Gcloud 快充充電器 C to A的充電線 以及說明書 好這個就是邏輯Gcloud雲端遊戲掌機 那它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很白很精緻 而且很輕 那整台是霧面白色的 那跟現在大多數的遊戲機的配置是差不多的 螢幕非常大 解析度支援1080p 那機身的大小我們來跟Switch比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機身其實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的螢幕大非常多 但是它的重量 其實兩個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實際來秤一下 羅技Gcloud的重量是464g 那Switch的重量是418g 那這兩側都有蘑菇頭 它的表面有做了一點磨砂的處理 那左邊的D-pad 那右邊的ABS外鍵 那兩邊是一體成型的握把 手感非常好 在後面的地方跟手掌接觸的地方有斜紋 在下方它有立體聲雙喇叭 聲音真的是非常不錯 我覺得它跟iPad Pro有拼 那它也支援3.5耳機 那支援USB-C的快充 那音量計在上面 這邊是電源開關 那這邊掀開來 它也支援SD記憶卡的擴充 目前市面上的掌機分成三大類 第一種是任天堂Switch 這個大家很熟 就是玩一些任天堂獨佔的遊戲 那第二種就是前一陣子在 台灣剛上的一體機 例如Steam Deck 或者是Irno 那因為這種它玩的遊戲啊 就是桌機的3A大作遊戲 所以硬體要求相對的高 所以像Steam Deck 它等於是一台完整的迷你電腦 它的規格蠻高的 那可玩性也很高 可以擴充 可以破解 可以做各種的事情 但是缺點就是比較重 而且它的散熱需要風扇 所以會比較吵 那續航力也不太好 而且重點是售價也不便宜 那第三種就是這種 Gcloud 它同樣可以玩各種電腦3A大作 那因為它採用的是雲遊戲技術 也就是台灣大哥大跟NVIDIA合作的 GeForce Now 遊戲服務 那我們的主機啊 不需要很高的配置 就可以玩我在Steam EPEC 上面買的這些遊戲 你看像我現在正在玩這個 Cyberpunk 2077 畫面表現整個就是順 那說真的玩家 只要螢幕好 家裡網路順暢 就可以在家裡 無限制的玩 那放假的時候 就可以整個 飛在床上 打淚了就睡 這樣子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Gcloud 它的系統其實採用的是安卓OS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看出是一台 螢幕很棒的安卓平板 加遊戲手法 並且優化它的遊戲操作UI 像是我按下Home鍵 它就會回到遊戲選單 它這個介面邏輯 有點像當年我玩PSP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又可以完全保持這個安卓系統的靈活性 例如我不玩遊戲的時候 我也可以看YouTube Netflix Disney Plus 那用來看片 追劇 我都可以這樣手持握著 直接這樣子追劇 感覺也是很不錯 那我另外我也可以下載安卓遊戲來玩 像我兒子最近在玩這個 荒野亂鬥 他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玩 不過如果你玩安卓遊戲的話 它就會變成本地執行 那它就會比較吃效能 那如果是一些大作 比如說像原神 它就會跑得不太順 畢竟這台規格 還是一台中階的安卓機 但是如果你是玩GeForce Now 那些雲端遊戲服務 那它就跟硬體規格沒有太大關係 雲端遊戲的優點 就是不太挑機器 任何的機器 基本上都可以玩 你問既然是安卓系統 那我在手機上面安裝GeForce Now 是不是一樣也可以 當然可以 概念它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手機來體驗 那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 為了完整呈現畫面比喻 所以遊戲畫面會resize 造成螢幕兩側會產生黑邊 而且手機的螢幕小 所以遊戲的字體會偏小 那我像我們這種有老花眼的 真的會看不太清楚 那另外用手機玩 就很容易有干擾 如果有人打電話來 傳個Line都會很煩 而且手機的續航力 也是考量的重點之一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遊戲專用機 還是會比較舒服 那另外Gcloud 它還有在地串流的功能 那如果你家裡有主機 你可以搭配Steamlink或Sbox 在家裡可以利用WiFi 然後利用你家裡的主機運算能力 讓你在家裡 可以享受 隨拿即玩的遊戲人生 那另外如果你是傳統遊戲的愛好者 例如超刃 PS SEGA 那我也有找到國外神人在 Gcloud上面安裝模擬器的教學 像這樣可以玩各式各樣的老遊戲 說真的Gcloud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 Gcloud玩模擬器的部分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之後可以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寫一篇教學 來教大家怎麼做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目前市面上三種類型的掌機 包含今天介紹的Gcloud 其實都各自有優缺點 那Gcloud的優點 就是機器本身很便宜 那質感很好 那羅技 畢竟是全世界最強的電腦周邊商 它的手感 你真的可以信賴 而且羅技的保固也很強 一年保固內 如果你有產生任何的問題 它是直接幫你換新機 沒有在跟你維修的 那Gcloud其實就很適合我這種玩家 其實我不算是很正統的玩家 那我平常玩遊戲的時間不多 但是每次過年回南部 基本上都很無聊 那我南部超級鄉下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拿Gcloud 出來打發時間 那這台雲端遊戲掌機 唯一的限制就是 一定要全程聯網 畢竟它是Gcloud 它是雲端遊戲機 如果大家看完今天的介紹 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可以上一下 GeForce Now的官網 先查一下你喜歡的遊戲 有沒有在裡面的支援列表裡面 如果你查一下 你發現你喜歡的遊戲 剛剛好也支援GeForce Now 好 那就可以不用猶豫啦 這台Gcloud的外型 質感 效能 甚至價格 我覺得都很不錯 影片最後我放上 簡單整理的優缺點列表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棒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